我有个小男友,长得漂亮,性格乖得像小狗 可准备求婚前 我却无意瞧见他在宴会上一身西装 面色冷俊 周围人都奉承喊他,金圈太子爷 你 总有很多人以为宋乔安是我养的小金丝雀 他小我三岁,模样俊朗,看起来乖巧白净 一米八几的大高个,瞧着却没什么攻击性 甜甜姐姐姐姐,甜蜜蜜喊着 像又乖又年人的小狗 姐姐你回来了 刚推开家门,宋乔安就脱下围裙迎了上来 一把将我搂到怀里 青年毛茸茸的脑袋埋在我的肩头 含糊着撒娇 一天没看见姐姐,好想姐姐 身旁的助理习以为常地一开目光 将公文包放在悬关的鞋架上 老板,我先走了 打工人后退一步,面不改色地关上大门 见到这场景 我好笑地揉了揉宋乔安发红的耳阔 你总给助理一位狗粮干什么 小男友虽然粘人,但也容易不好意思 明明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想亲一下都要脸红 现在性子不变 怎么还添上了爱给人撒狗粮的举动 宋乔安松开我 轻而易举让我坐在他的小臂上 把我抱到了餐厅 他低下头在我唇上咬了一口 哼哼唧唧,因为姐姐太出色了 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姐姐是和我在一起 小狗委屈巴巴地垂下尾巴 眼睛湿漉漉地看着我 我好笑地揉了揉他的脑袋 我最喜欢你了呀 没安全感的小狗听见情话 眼睛一下又变得亮光光 他凑上来轻轻抱抱了好一会 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到餐椅上 忽然生起了个念头 我们交往三年,同居两年 争吵的次数两只手数地过来 和谐地像老夫老妻 可就连合作伙伴都以为宋乔安是我的金丝雀 旁敲侧击问我什么时候换口味 宋乔安每天在家工作 听见风言风语,的确会很不安心 要不,求婚吧 二,念头生起 我立马偷偷嘱咐助理约了最近一场 我能约到的小型拍卖会 我这人是个急性子 风风火火,实在等不及定制 不如直接买出名的成品来得快 正好,听说这场拍卖会金圈的太子爷也要参加 主办方掏了许多精品出来讨人欢心 也不愁都是些丑东西 我谎称出差 从家里搬出来一边做求婚功课 一边在新买的别墅布置现场 拍卖会当天,我还特意换了一辆新车 以防在外面不小心被宋乔安看见了 到时候不好圆谎 这场拍卖会规模不大 但因为金圈太子爷也要来的缘故 人倒是到得很齐 主办方为了更好招待贵客 特意在拍卖会前举办了长小型宴会 而是躲在角落研究起了展品单子 默默在心里确定了几个名单后 我掏出手机记录 恰好这时候宋乔安的消息弹出 姐姐,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好想你 附带上一个小狗表情包 一想起他那张可怜兮兮的脸 我忍不住心里一软 我也很想你,放心,我很快就回去了 还会给你带来一个大惊喜 剩下这句话我没有发出去 宋乔安立刻发了两个小狗撒娇的表情包 那我在家等姐姐回来 瞧瞧,瞧瞧 这么乖的男朋友肯定要快点拐回家 人来人往的宴会里 我憋了半天才忍住自己不要笑得太夸张 正当我准备最后回调消息 将手机撕回手包时 不远处,一声尖叫声拉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我下意识挡住手机 抬起头像热闹处看去 一张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脸 猝不及防撞入视野中 我倒吸一口凉气 站起身,仔细盯了一下 我没眼花吧 刚刚还在手机里 给我发撒娇表情包的小男友 此刻穿着一身黑西装 完全没有了在我面前时候的温和无害 而是高高在上,气势逼人得很 倒地的姑娘哭个没完 她也完全没有管 只是垂着头摆弄手机 反而身边狗腿一般的人忍不住出声 这可是我们金圈的小太子爷 你上来就把人当色狼想善巴掌 开罪得起吗 算,我大脑空白 愣愣躲在人群最后面看着宋乔安 对于金圈太子爷这说法 我倒也有耳闻 宋家是金圈老牌的强豪 只是近些年家族内斗 导致骚操作多 生意一再下滑 就在所有人都猜测着哪家新贵 会咬下宋家的地位时 宋家却突然冒出了个 堪称商业奇才的小少爷 他几乎一手把住了宋家下落的趋势 将这庞大的家族整顿后 又带上了更高的台阶 因为出色又不爱到处显眼 圈里的人极其奉承这位宋小少爷 一来二去开玩笑似的 就开始喊他太子爷 刚在生意场中摸爬滚打的时候 我也听过他的名声 但因为涉猎方面不重合 再加上他隐私保护得很好 所以我一直也不知道 他的样子和名字 因此也从来没想过 我可能会认识他 只是记忆里的小男友纯情 真挚像一簇明亮的火焰 而传闻中的金圈太子爷冷漠 高傲手段雷厉风行 两个性格近乎极端的人 怎么也没办法 在我脑袋里重合成一个 揉了揉眉头 我试着给还在等待 我回复的小男友 发去了一个表情包 几乎同时 被众星捧月围着的 青年手里的手机也发出了声响 这下子 什么只是长得像之类的借口 都被通通打散 我没有认错人 那所谓的金圈太子爷 真的就是我那相处三年 正准备求婚的小男友 4 从认识宋乔安开始 我一直都以为 他是家境普通的城市青年 他在我被母校邀请 做优秀毕业生演讲时一见钟情 下了台就偷偷摸摸丢到后台 就为了在没人的时候 读我要联系方式 那个时候的宋乔安穿了一身 洗到发白的牛仔裤 笑容腼腆 活脱脱一副 刚毕业的穷学生样 相识后 他靠着不停 在社交软件上刷存在感 和小学生追人一般的写情书 成功让我印象深刻 追求我半年的时间 他天天一说话不说 三不五时 就会再确认不打扰我的情况下来 公司给我送餐 很好补足了我情绪的空当 我那时刚把公司拖上正轨 精神松弛 一来二去被他打动 也就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 宋乔安很少提起 自己家里的事情 只是在避不开话题的时候 模糊说过父母早亡 家里不太平 我想着我家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琢磨着不要戳人伤口 也就没再多问 即便隐约感觉有事隐瞒 我也只是想着 等他想要说的时候 什么都瞒不住 可如今他隐藏的身份牌翻开 我才惊觉 这可真是个大惊喜啊 我冷哼了声 场上的骚乱没持续多久 主办方很快就派了人 过来解决问题 负责人一边对着宋乔安 不助地道歉 一边让人在地上哭泣的姑娘 耳边说了什么 本来赖在地上 一直不想起来的姑娘 一下苍白了脸 亮呛着从地上爬起来 小声道歉后 很快离开了宴会 宋乔安自始至终冷着脸 没有说话 也没有看周围的人一眼 他垂着脑袋盯着手机 像是守着珍贵的宝藏一般 不舍得将一点眼神分给其他 直到负责人领着一群人说 提前去包厢坐着 宋乔安这才恋恋不舍地 将手机收进上衣的口袋 没留恋的转身就走 我看看聊天软件里的撒娇小狗 又看看他挺拔的背影 呵 好啊 小男友 面孔挺多 跟我玩变脸是吧 我冷笑着收起手机 最近因为生意多 我还一直愧疚 没能多陪陪他 可是现在 愧疚 愧疚什么 他这一天天的不是挺忙的吗 我一连干了三四杯葡萄酒 才勉强压下一头的鬼火 五 拍卖会前短暂的宴会结束 李小姐们开始引导客人入场 我憋着一肚子气 仔细看了看贵宾区的拍卖号 这才被迎着坐进了提前订好的包厢之中 拍卖正式开始 我没有盯着台上的展品 而是仔细关注着楼上贵宾区的动静 但凡是宋乔安包厢想要拍的东西 我都会上去台价 他要什么我台什么 一来二去的 会场其他人也琢磨出了不对劲的氛围 只要我们参与出价的展品 除非真的特别少见 否则都不会上来横插一脚 就这样 我连台了宋乔安七次价格后 那边终于坐不住了 包厢的门被人敲响 我应声后 进来的是刚刚在宴会 见过的负责人的脸 沈小姐她搓着手 一脸参与浸泡火中的尴尬 最近天气炎热 难免火气大 这是会场给您准备的果盘 还请笑纳 见我只是点头不说话 负责人擦了擦喊 88号是宋小少爷 您在商场上也是有名号的人 不会不知道的 你家的东西不错 只是我钱没太代购 价格盘到我不想要的点 我不买了不也是正常 负责人一脸为难 沈小姐 您 我想了想 我知道两边都是顾客 你也难做 我不为难你 果盘放下 我不攒你场子 左右我抬着几次 也坑了那包厢不少钱 气也稍微解了一点 只是让负责人下来 说明他根本没打算知道 和他做对的人是谁 只是敢苍蝇似的 不想扫了今天的心而已 我在做什么 也没有太大意义 现在建好就收 卖拍卖场一个人情 也是好的 文言 负责人立马松了口气 沈小姐是我们的贵客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负责人又让人 拿了两瓶红酒进来 那我就不打扰你雅信了 先告辞 我挥了挥手 接下来的展品 我都没在抬杠 眼看着宋乔安那个包厢 花钱如流水般 开了一大堆东西 低头反复翻着手机里 助理传来 关于宋乔安员身份的相关资料 我心里乱糟糟的 以前我总以为 不论是在商场 还是在感情上 我都能做到快刀斩乱麻 干净利落 可事情真的到了眼前 我想了又想 心里却只冒出三个字 舍不得 交往这么几年 他是真真的三好男友 就差把一颗真心掏给我看 我又不是傻子 真情假意还是分得清的 况且对于他的身份来说 我能被图什么 除被人阴阳怪气 吃软饭 说是我的金丝券 除非他有特殊的癖好 以前我也不是 没有看过那种马甲文小说 一般发现对象是大老实 应该开心才是 但是轮到自己 我才发现 这样的不坦诚 多让人火大 胡思乱想间 一开始看好的戒指 也上了拍卖台 我盯着愣神了半场 回使神差一般 还是摁下了取牌按钮 直到拍卖师 连续念了我的号码三遍 挥下拍卖锤时 我这才反应过来 揉了揉眉心 算了 虽然寓意和爱情相关 但也不是非得就是婚戒了 留着收藏也挺好的 六 不大的拍卖会没了波折 很快就走向了卫生 拍下来的戒指 我也没有心情仔细看 直接留了公司地址 让助理接手 我出了宴会门 正琢磨着 是先回家守住带兔 还是现在打他电话捉人时 一个人拦住了我的脚步 喂 就是你刚刚跟我们宋哥作对是吧 不久之前在宋乔安面前 趾高气扬的黄毛小弟 站在了我的面前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阵 不耐烦地责了一声 我知道你 新崛起的科技公司老总 叫什么沈陆和是吧 不等我接话 他又说 像你这样的人 我见得多了 耍手段想要和宋哥认识 想攀上宋家这棵大树是不是 别吃心旺想了 我吃笑 我想和宋乔安认识 只怕是他想见我吧 早八百年我就认识 他身上每一寸了 还需要耍这种小手段 我听得出来 他并不是宋乔安派来的 大概只是自作主张 想要邀功出来 帮解决桃花 但我现在心情本就不好 听到这些话 一股脑 我就都算在了宋乔安的账上 我原本没有想好 应该怎么解决这些 角色扮演是吧 爱演戏是吧 金圈太子爷是吧 既然爱演 就一起演呗 我笑眯眯拍了拍黄毛的脑袋 你放心 到时候肯定是你那位宋哥 求着来认识我 说完 也不等他一脸 还想教育我的表情 坐上司机 早就打开了车门 离开了会场 气 我在外面 多待了几天才回家 和宋乔安同居的房子 是他找的大平层 当时说是长租 也硬是没要我A过去的钱 说是恰巧 卖了一本小说的版权 所以一下租了很久 现在想想 估摸就是他自己的房子 租什么租 用开指纹锁 熟悉的身影 就猛的扑了过来 姐姐 我好想你 宋乔安抬手 拿过我的包 想要还住我 你不是说前两天 就能回来 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拖这么久 我闪开了身 没让他抱住 在外面这几天 我胡思乱想很多事情 翻着之前所有的聊天记录 回忆着 从相识到现在的所有相处 脑袋一团乱麻 因为父母的婚姻不顺利 所以关于爱情之中的相对坦诚 几乎是我的底线 我以为我再次看见宋乔安会生气 或者有什么别的负面情绪 可当他抱过来的时候 我却满脑子只知道一件事 我是生气 但我也的确想他 生意上出了点问题 有点麻烦 我疲惫揉着太阳穴 直接绕过宋乔安换鞋 坐到了沙发上 没有得到惯例一般的抱抱 宋乔安在门口愣了好一会 才拖拖拉拉蹭到了沙发上坐着 姐姐 他拉着尾音暗示 我装作没听懂 本来以为见过了他板着脸 作为人群焦点的样子后 我会对于他示弱的样子 很不习惯 可对着委屈着 搭拉尾巴的小狗 我已经深呼吸了好几次 控制自己不要摸他的头 我明明在生气的 习惯真是害死人 勉强错开目光 我叹了口气道 话说 我有个朋友 最近做了件我不理解的怪事 没有得到我的回应 宋乔安面上露出了些许惊讶的表情 不过他没有纠结很多 见我一直在揉太阳穴 坐了过来 让我羊躺在他腿上 给我按摩着头上的穴位 他垂着脑袋回应我 什么 他竟然隐瞒自己 家世身份和喜欢的人交往 一瞒就是好几年 你说他到底怎么想的 宋乔安的手一顿 可能是觉得不太好 我眯着眼 有什么不好的 他家世好 人长得好看 有钱有权的 宋乔安 他沉默了一会 忽然笑了笑 我也搞不明白 他到底怎么想的 可能刚一开始没说 后面就更不知道怎么说了吧 修长的手顺着额头下来 一路揉到脸颊 我眨巴着眼睛和他对视 只看见了漂亮眼睛之中 自己的倒影 你没有事情骗我吧 我突然问 原本按摩的手停了下来 姐姐 他和我的额头相抵御 我永远不会骗姐姐 但却会瞒着我 现在想想 之前对于自己的身世 他从来都是含糊的 却并没有说过谎话 是我自己傻不愣登的 一直没有深究 就在他即将吻下来的前一刻 我掐住了宋乔安的两边脸颊 行了 刚回家 我很累 先去洗澡了 爸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没再继续试探宋乔安 正巧公司有事 我借着工作忙 干脆时不时住在了公司 他本来就聪明 次数多了就不是试探 是明晃晃的逼问了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 擅长演戏的人 阴阳怪气多了 我自己都觉得别扭 再者说 这场戏还不能这么早就结束 幸好他对我的话 真的很相信 没觉得我那时候谎称出差 是留在了本事 虽然对那天的问话有怀疑 却没有猜到 是我直面了他的吊马现场 于是又一天留在公司时 我刚给几个生意场上的朋友 发完消息 助理突然给我来了个电话 老板 小姑娘支支吾吾 你下楼看看吧 有点麻烦事 我一头雾水下了楼 姐姐是不是觉得 我现在很烦不想见我 我有很多很多地方 做得不好是不是 所以姐姐讨厌我了 浑着酒气 他含含糊糊 不停问着小助理的话 一见我下来 小助理仿佛看见了救星似的 赶忙扒拉着宋乔安 让他回头看我 你的姐姐来了 宋乔安没回头 背影都写着不相信 你骗人 姐姐为了不见 我都躲公司住了 怎么可能下来 我站定在他身后 宋乔安 别堵着小王了 人家赶着回家吃饭 罪鬼不可置信的转身 看清楚是我后 一下扑了过来 助理这才如获大赦一般 冲我打了个手势 一溜烟走了 夜晚的公司一楼 只剩下我和喝醉了的宋乔安 姐姐姐姐姐姐 他不停念着 手紧紧固着我的腰 不想让我逃离 可自始至终 他除了喊我 也没有说什么别的话 只是反反复复 一直在喊我姐姐 我拍拍他的后背 喝这么多 因为感觉姐姐最近很奇怪 他闷闷道 姐姐最近不仅不让我亲近 连家也不回了 我知道姐姐做什么 都有你的理由 但是我有点不安 腰间的手微微收紧 姐姐 是不要我了吗 我叹了口气 我没有不要你 没有讨厌你 也没有看上别人 我最近是真的有事要忙 我顺着他的几倍安抚他 不信你跟我上去 看我办公室的报表 最近有个公司 拿着国外的新技术 想要找我合作 我是真的忙得戳不开身 他猛地抬起头 真的吗 宋乔安真的相当好哄 只是一句话 他脸上郁闷的神色 就消散了个干净 只留下欢喜的笑 像患得患失的小狗 我揉揉他发红的耳阔 脸色复杂 又闹了一会后 喝醉的小狗 被我哄着一起上了电梯 进了办公室的休息间 他喝得实在有点多 念念叨叨 总是要我陪着 死也不肯松手 无奈 我也就丢下了没做完的工作 陪在了他身边 不知不觉也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我下意识摸摸床边 却只摸到了一片空 揉着眼睛出门时 宋乔安正坐在我的办公椅上 对着我桌上的文件发呆 姐姐醒了 他站起身 走过来 理了理我睡的散乱的头发 想吃什么 我去买 我瞥了眼办公桌 你看了我新项目了 是不是很棒 新项目是国外这几年 才新兴的人工智能分支 我早就惦记上了 所以这次撞到我手上的时候 我还觉得挺惊喜的 以前不在宋乔安面前说这些 是怕他听不懂 觉得没话题 可现在我却只想看看 他会找什么理由圆过去 宋乔安抱着我晃了晃 姐姐 虽然我不是太懂 但我总觉得这个公司来得太巧了 你早就想要 可这是又直接撞到了你手里 要不你再仔细看看 我盯着他笑 你没做过生意 不知道啦 有时候就是这要巧 而且 你不相信我的眼光吗 我问 宋乔安垂眸看着我 眼神湿漉漉 姐姐的眼光当然很好 我只是觉得应该谨慎一些 我摸摸他的头 没接话 我想吃蟹粉汤包 就 见我一脸没把他提 放心上的样子 宋乔安明显有些焦急 接下来几天 他经常旁敲侧击 想要询问我的项目进度 劝我再想想 到最后 更是撒泼耍来不想 我和这个公司合作 而每次 我都以你不懂应了过去 似乎完全没有 将他的话听进去 眼瞅着 和这个公司的合作程度 日渐亲密 甚至连签合同的日子 都定下了 他终于坐不住了 先是宋氏忽然出手 和我的公司竞争投资权 而后又传出 要进军科技领域的消息 可我始终没有放弃 这次投资 好几次在家 宋乔安都想和我说什么 可当我看着他时 他又皱起眉 岔开了别的话题 眼瞅着那家科技公司 转头要换合作对象 我亲自上门了一趟 承诺再让例十个点 想要拿下这次合作 那公司两头都想要 最后犹犹豫豫的 竟然打算 让我们和几个小公司 一起竞标 但我知道 宋乔安不会让我 等到竞标的那天 我挑在了竞标的前一天 带着小助理 去到了那家科技公司 在空荡荡的公司赚了会 我很快找到了 会议室的位置 推门而入 沙发上的青年 原本还低着头面 无表情看文件 漂亮的脸蛋挂满含义 几乎同我曾经想象中 运筹帷幄的决策人一模一样 可当我一进房 他抬起头看见我后 表情一下就变了 姐姐宋乔安喊了一声 我 我是 他一下就没了 刚才见到的冷静 表情有些慌乱 这家公司有问题 我只是 我没有立刻和他说话 而是看向一旁 这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 拿外国早就研究报废的技术 想来坑人是吧 你还真以为我是吃素的 我笑眯眯示意他 去听外面的警急声 等会和警察叔叔 解释一下高薪技术吧 眼瞅着蜂拥而至的警察 将人带走 宋乔安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没有再说出别的什么 一瞬间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不是不知道 这家公司有问题 从头到尾 我就没有想要 和这家有问题的公司合作 演这么一出戏 就是为了让宋乔安急 让他以自己的身份 出现在我的面前 其实是相当简单的骗局 但凡他处于 以前大脑清醒的时候 就肯定不会踩进来 可惜他乱了 在我向警察解释 晚一些会去橘子里 配合调查后 宋乔安开口 将带的人都支了出去 他想着上来拉我的手 但即将靠近的时候 又像害怕似的往回缩 好似曾经传闻你的沙法 果断全部都是 别人一想出来的一样 姐姐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笑道 知道什么 是知道我被你耍得团团转 还是知道 原来我身边有这么一尊大佛 应该开心 宋乔安有些无措 对不起 姐姐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可你也是瞒了 我说 一瞒就是三年 这么手段厉害的人 我不相信这段时间 他就没有因为异常 而有一丝的怀疑 可他最后 还是等到实在不能不说的时候 才将所有事情坦白 我不知道 他是怀着侥幸 或者有什么别的心思 但总归 我也给过让事情 不至于到这地步的机会 你是觉得 我会知道 你身份之后 想着扒进你家 觉得我贪慕虚荣 我问出之前 曾经胡思乱想的猜测 姐姐 我没有这么想 他抓住我的手臂 我对你一见钟情 是真 这么多年感情也是真的 除了家里的身份 别的我什么都没有瞒你 也从来没有骗过你 我沉默 他就更急了 前两年 因为家里内斗 有人想要我的命 我这才只能躲出去 再按理算计 宋乔安解释 我从前没有喜欢过人 我是真心真意 对姐姐的 一开始我不想姐姐 被牵扯进来 才没有告诉你 后来时间久了 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拖着拖着 就变得越来越胆小 越来越不敢说 我松了口气 还好 这三年并不是白瞎 起码在感情上 我们互相都是坦诚的 拍卖会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会和你分手了 发觉被隐瞒时 我什么都想过 就是没有想过 要和宋乔安分手 但不分归不分 不代表我不生气 至少有一点 我要让宋乔安知道 在伴侣有事隐瞒的时候 是会不安 会焦躁 会害怕的 我从来不是 温室里的花朵 也不需要自以为是 为我好而瞒着什么 所以哪怕有人知道这事 觉得我是在小题大做 我也一定要让他知道 这是我的底线 宋乔安 你和我都是有 独立思想的成年人 我报复回去你的隐瞒 如果你觉得很过分 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方法 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我认真到 我会配合你解决 宋乔安闽纯 我知道了 十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 我就暂且搬出了 和宋乔安同居的房子 他没提出任何的解决方法 也没有提分手 只是每天在软件上 姐姐长姐姐短 甚至都没有 给自己做任何的辩解 我还生着气 一句也没回 社局坑了宋乔安一把 缓机回去后 我又一连冷静了 快一个礼拜的时间 气这才散了得差不多 直到这时候 我才想 我们之间算不算分手了呢 就他那天 被我抓包的表现来看 说不说都是那回事了吧 有点难过 但我却不为 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 下了班 我漫无目的 开车游荡着 不知怎么晃到了之前 准备求婚的酒店 坐在已经布置好的 求婚现场办上 我看了又看 还是没舍得把这些拆了 算了 常租一个酒店房间 也不是什么难事 就留着吧 等每天心情好了再说 我开着车 在城市里漫无目的 转了一圈 正思索着 要不要喊被人出来喝酒时 一个路人敲响了我的车窗 降下窗后 面容和善的中年女人 从身后拿出一只玫瑰地给我 有人托我给你的 她用带着方言的口音 解释了这么一通 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来 我的脑内 第一时间闪过了宋乔安的影子 可只是一朵玫瑰 没有任何的话语 聊天软件上 也没有任何消息 女人在我道谢后 就慢悠悠离开了我车前 我下车绕着看了一圈 到处也没有瞧见宋乔安的身影 有人拍了我的肩膀 我转身 之前曾在面前乱说话的黄毛 顶着乌青的眼圈 出现在我的面前 沈姐 她咧嘴笑着 痛得忍不住撕了一声 这 这是有人托我给你的 黄毛将一束玫瑰递给了我 姐 之前是我不懂事乱说话 是我的错 你不要牵弄了哈 她苦着脸告扰 我不应该恶意揣测 你是想抱大腿的 我真是没有坏心 就纯好心 去当个砍桃花的人而已 而且那天是因为主办方说 有很多和爱情相关寓意的视频 她才去的是想买给你 听见这话 我愣了愣 那天光顾着斗气了 我还真的没注意 她买了什么 见到黄毛的惨样 我忍不住笑了声 行 我知道了 一听我笑 她如获大赦般 不等我再问话 一溜烟就跑了个眉影 我在怀中的玫瑰花里找了找 依旧没有纸条或者别的什么 手机也没有反应 现在突然有点猜不透 宋乔安想要干什么了 在原地又等了等 第三个捧着玫瑰的人 出现在视线里 是小助理 昨天晚上她就来找我要了假 没想到从来放假期间 不接工作相关电话的人 会出现在这里 老板老板 她气喘吁吁的 将超大树的玫瑰花捧给我 虽然宋哥总在我面前 秀恩爱婷讨厌的 但我还是很爱看 俊男美女贴贴的 他红着脸道 我是帮他送花了 但我无限尊重老板你的选择 绝对不会让你感觉到 在道德绑架 虽然我想课CP 但不管你接受不接受 我都觉得你开心就好 我静静看着他 其实宋乔安有更好的身份 我本来应该挺高兴的不是吗 你不会觉得我是在做吗 嗨 小助理擦擦汗 不管瞒着的是什么 他总归是做错了事情啊 要受罚认错 不是应该的操作吗 况且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就我看 他超爱的好吗 他完全没觉得 你做的有什么问题了 小助理 好了 任务结束 我继续享受我的假期去了 小姑娘朝我挥挥手 蹦蹦跳跳的离开了我的视线 这一次 我在巨大的玫瑰花束里 找到了一张 折成了小狗同样的纸张 拆开后 是一封情书 内容和他曾经追求 我时所写的第一封一样 只是后面多了一句话 小狗就是小狗 他会永远爱你 他也知道 我总会觉得他像小狗啊 11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 来自宋乔安的礼物和情书 然而他本人并不出现在我面前 线上姐姐长姐姐短 话也并不很多 只是顶着宋家的名头 到处喧闹 几乎让所有人都知道 金圈太子爷现在正因为做错了事 在反省追女朋友 我没有对他的举动做出回应 他也没有急于去再确认 我们之间的关系 而是耐心 认真的重复很久 以前追我的步骤 感情的主动权 完全被他放在了我的手上 任由我折腾 恰巧没几天 就是母校又一年校庆 我再次接受了老师的邀请 前往作为优秀毕业生演讲 校庆当天 我因为车辆抛锚 耽误了好些时间才到校 溜边走进礼堂时 抬起头 正巧见到台上 正在演讲的宋乔安 正收敛了脸上的冰冷 笑着看着我 顺着他的目光 学生们一脸严喻哄闹着 直到我坐上位置 还不肯停下 宋乔安的演讲已经到了尾声 负责主持的学生接过麦克风 静止地问着稿子上的问题 如果说您学生时期的梦想 是将家里的公司带起 那么在您功成名就的现在 还有什么梦想吗 台上的青年想了想 想做姐姐的小狗算不算 原本就没有消停的学生们 顿时哦得更起劲 一边鼓掌一边转过来 看我的反应 虽然都是大学生 但这都是在胡乱说什么 我忍不住捂住脸 笑了两声 又小声向一旁的笑铃 捣到了歉 也幸好宋乔安说完后 没再继续胡闹 而是将话题扯回了正题 坐在台下 我在灯光下昂起头 认真打亮着宋乔安 传言够离谱的 或许他在生意场上的手段 的确够狠 够高傲 但内里 他就和在我面前一样 足够明亮炙热 像永不熄灭的火焰 演讲结束 我接了宋乔安的班 照例上去进行讲话 宋乔安就坐在我坐过的位置上 学着我刚才的样子昂头看我 恍惚间 我想起了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 也是随意撇过观众席 看到了这个长得过分好看的青年 照着早就准备好的演讲稿做完讲话 刚才询问过宋乔安的学生代表 照例也来问我 那您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我想了想 梦想能一切顺利 学生们又呕了一阵 12 下台时 宋乔安已经在后台等着我了 他不知道从哪里换来了当年 初见时候的衣裳 伸出手 用手机拦住了我 我叫宋乔安 宋是集团的现任总裁 他红着耳阔 打开二维码 可以认识一下姐姐吗 我扫了二维码 弹出的是一封新写的情书 你除了写情书送花送吃的 追人还有没有一点新鲜的招数 我哭笑不得 宋乔安认真当 因为太喜欢姐姐了 所以觉得做什么都不好 但又觉得不能不做什么 我将手机收进口袋 花言巧语 他笑咪咪的 所以姐姐被花言巧语 逗得开心了吗 勉强开心 我说可是很不巧呢 姐姐也是个总裁 还是个很有事业心的总裁 所以要我做嫌内 注视不太现实的 即便是为了爱 我也不会这样改变自己 那正好我们很相配呀 他说 你不需要改变自己 姐姐只需要做自己 开心的事情就好 如果非得有个主内主外的 我可以做兼顾家庭的那个 宋乔安道 其实我本来也没有什么事业心 曾经努力把持住这些生意 不过是为了圆满我妈死前的执念而已 想了想 他又补充 姐姐想生孩子就生 如果不想生就不生 就算是姐姐想生 但又不想自己生 我也能砸钱研究男人生孩子 给你怀 只要姐姐想要的 我什么都可以给 那假如我要你家的生意呢 我开玩笑问道 宋乔安没有犹豫的笑了 我说过了 我很乐意做姐姐的小狗 姐姐想要什么我都会给 只要我在 姐姐想做什么我都会帮忙 我 如果我是个没什么底线的人 赵宋乔安这个恋爱脑的情况 估摸着就算我想嘎人他都会给我挖坑 现在想想 他钓马这件事似乎浓缩了 我们这几年交往时光里 所有没有的争吵和别扭 直接滑了一道分水岭 跨得过去就一切顺利 跨不过就分道扬镳 可我在岸边犹豫的时候 身边的人早就没犹豫跨了过去 拿着我曾经怀疑过的一颗心 招摇着等我 你在外面也这样 那些把你传得跟阎王似的 传言怎么来的 我好笑问 宋乔安 我只在姐姐面前这样 青年牵起我的手 低下头 身后无形的尾巴摇得开心 那天之后 我去查了一下姐姐的行程 知道姐姐去拍戒指 是为了跟我求婚的 她没眼弯弯 所以姐姐 什么时候让我成为你的专属小狗呢 全文完